1 2 3 4 这个假期你们打算怎么过呀 00后的小朋友肯定是选择宅家追剧睡觉吧 80 90后我猜你们已经在去度假的路上了吧 这个方便携带和分享的七喜小蛋糕太适合度假了 冰爽粘门口味的七喜是灵魂 纸杯蛋糕这次我用的是便文红烤 这样不容易塌也不容易裂 想要装饰的好看一点可以多准备点水果 一口下去清爽香甜 再用16和七喜做个超好喝的驾驭测调 有了他这个假期你一定是那个最嗨的咱 打开七喜瓶装扫小黄干的二维码 说不定可以得到和我同款的方度包哦 这个用面包片做的酸奶彩虹蛋糕也太好吃了吧 把面糕片和水果酸奶腌卖片堆起来5分钟就能搞定 把三种颜色的水果分别用擀面杖压成果酱 这样带果粒的果酱绝对比炸汁机炸的果汁更有灵魂 然后一层吐司一层果酱 我一共用三种颜色的水果做了三层 铺好最上面一层吐司后淋一点香奶 找个平一点的瓜片或者用刀背来抹平一下 最上面一层放上木瓜干和火龙果干 再用燕麦片和胶原蛋白小花装饰一下就好了 这一包燕麦片里的小花富含1000毫克胶原蛋白 相当于两盏热窝 想要皮肤吹坦可破可记得要多吃一点 又快到七喜啦 今年收到了贵格的七喜限定铝盒 除了胶原蛋白麦片 还有拍立的相机和永生花 不用烤箱也不用模具的奥利奥蛋糕 有饭盒就能做 快at男朋友学会了做给你吃啊 奥利奥分成奥奥和粒粒 把奥压碎后加入黄油或者牛奶搅拌均匀 倒进铺了油纸的保鲜盒里压平 直接在锅里加入刚才的粒粒 奶酪和糖 牛奶和吉利丁搅拌均匀 最后加一点饼干碎充具丰富口感 倒进保鲜盒里冷藏三个小时 提出来再塞上一层饼干碎就搞定啦 浓浓的奶香味入口即化真的太妙了 再来冲一壶好茶 这是我种草了很久的小衣服花果茶 最喜欢浆果小夜曲的味道 像甜甜的蓝莓果汁清爽解腻 搭配冬日下午茶甜品也太幸福了 偷偷塞几包在男朋友口袋里 随时挫围自己 可爱吗 这样呢 上个周末在家做了一盘小熊饼干 真的可爱到犯规 忍不住包起来几块去送给闺蜜了 给小熊抱好杏仁后 用牙签来装饰一下五官 就可以进烤箱了 这个小饼干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 叫寻抱幸福 想不想吃白白胖胖的雪妹娘 听说外面卖10块钱一个 自己在家做轻轻松就是一大盘 吃不完的放冰箱冻起来 就是超级好吃的冰淇淋了 屏幕上的食材混合均匀 过筛一下 上锅蒸30分钟 正好不烫手了 把黄油揉进去 皮就做好了 分成30克一个的小剂子 擀成圆片 奶油加糖打发到不流动的状态 然后找一个小碗 这样组装起来 中间可以放切碎的草莓 或者整颗草莓 也可以放饼干碎 最后包成一个小包子 雪妹娘就做好了 咬一口软糯香甜 清爽不腻 外皮里加的利口乐 无糖肉糖 让雪妹娘的口感更妙了 它有五种口味 吃起来有淡淡的香气 口感温和 把它们打包好 带去公司送给同事 做圣诞礼物啦